以我們大家認識的芽菜 大部分都是覺得說 是不是就是豆芽菜 可是其實芽菜呢 是我們吃的所有蔬菜 在小時候baby的階段 種子剛發芽在7天到10天 這樣子大小的時候 我們其實都統稱叫芽菜 花葉菜的種子發芽就叫花葉菜苗 蘿蔔的種子發芽就叫蘿蔔茵 所以其實我們有各式各樣的芽菜 都可以在平常的時候多多攝取 我們可以想像喔 我們在所有人在最小的時候 活力啊 皮膚狀態啊 什麼都最棒的時候 所以芽也是一樣 在所有營養 包括植化素 維生素 礦物質 就是最濃縮最高的時期 那我們要吃芽就是吃植物 最高濃度的植化素 另外就是它的酵素的部分 所以通常我們吃芽菜 也會建議生吃 不要煮來吃 不然如果把它煮熟的話 它特別豐富的酵素也會被破壞掉 其實挑選芽菜最好的話 是可以找含根的芽菜 然後再來是沒有添加任何的生長激素 或者是被漂白過的這些芽菜 照有含根的原因是因為呢 芽它是非常幼嫩的一個階段 所以如果把它的根給去掉了之後 其實它很容易開始就感染了細菌 芽菜基本上呢就是生吃 那它其實很簡單很方便 就是冷開水過一下 那就可以看我們平常在吃什麼 就是再把它額外再加上去就好 讓它融入我們平常的日常生活飲食當中 我們在吃什麼任何東西 都可以把芽菜把它加進去